有一个作者 他就是陪着他的爸爸妈妈去旅游 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他才发现坐在飞机上 他的爸爸坐在飞机上四个小时了 他却没有去上过厕所 他到了旅游的景点的时候 也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爸爸才要进去厕所 后来他就发现了 他爸爸进去厕所出来之后 他很害怕 脸上很惊慌 如果没有看到熟悉的人的话 他就很害怕 很惊慌 甚至他会喊孩子的名字 这样子赶快找人 心中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发现了之后 他就没有心在游玩了 他常常都会注意说 爸爸是不是应该去上厕所 如果发现他的爸爸脸色不对的时候 他就脸红带片的 把他爸爸带到化妆室去这样子 他自己就会在厕所的门口等 让他的爸爸出来能够马上就看到他 让他放心这样子 那旅游了几天之后 他就是这么的贴心的 为他的父亲来处理这些事情 注意他的行动 那如果走得太慢 也会赶快到他的身边去催促他 让他不至于惶恐 那在回程的飞机上 他的爸爸突然就跟他说 说我就是不会关飞机上厕所的门 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在飞机上四个小时 都没有去厕所的原因 那这个作者他听了之后 就拍拍到爸爸的肩膀 跟他说爸爸你放心 我都会在这里陪你 我都会在外面你不用担心 但是他的心中却是非常的心酸 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说 以前他的奶奶年纪比较老了的时候 他的儿子就是 他的儿子就会跟他讲说 爸爸那个曾祖母 他怎么连扣子 自己都不会扣扣子 这么简单的动作他也不会做 那本来这个作者以为说 他的爸爸离他奶奶的年老的年纪 还很远 但是没有想到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爸爸他也一天一天的老了 父母他把他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他的子女 但是为人子女的我们是不是有去注意到 爸爸妈妈他的年纪也长了 所以有些行动就是比较不方便 因为手啊四肢啊身体啊就是比较不听使唤 所以我们应该拿出更多的耐心 还有呢 无微不知的这个贴心 关怀的心 这样子来呢照顾他们 千万不要有不耐烦的这种心 不耐烦的这种心呢 当然脸色呢就会不好看 三次呢 口气呢也会不好 所以呢能够做到色男 这个是我们在平常的奉养父母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再来呢 就是呢 第五 百里复迷子路孝 那在古代呢 二十四孝当中呢 就有一位子路夫子 他对呢 父母呢 非常的孝顺 因为以前啊 年家境的比较贫困 所以他舍不得呢 让他的妈妈 父母啊 妈妈跟爸爸 总是呢 吃一些野菜而已啊 所以呢 他就呢 到 很远的地方呢 去呢 背了 背米啊 回来煮饭 来供养妈妈 那以前的交通环境啊 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以前呢 都是要靠走路的 所以呢 他就这样子呢 一步一步的到很远的地方呢 去买米啊 背米回来 来奉养父母这样子 那后来呢 他 父母呢 去世了之后 他到南方去 那受到呢 南方的楚王 他的呢 静墓啊 所以呢 他就聘请他当官 那做官之后呢 当然啊 生活的环境啊 就会比较优渥 就比较好了 但是呢 他自己呢 就非常的感叹 他说 之前呢 生活环境不好的时候 他虽然呢 都要到百里之外呢 去悲米啊 回来奉养父母 虽然辛苦啊 但是呢 他觉得 他能够这样子奉养父母啊 静道为人子女的 这个孝敬啊 他心中是非常的快乐的 但是呢 现在环境虽然比较好的 但是呢 父母呢 已经呢 去世了 想要让他们呢 想想轻浮啊 用呢 好一点的这些菜肴啊 来奉养他们 已经呢 没有这样子的 福气了 这样子 所以呢 在 在呢 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我们能够呢 来奉养他们 有时候呢 虽然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呢 这也是为人子女的 我们的福气 那现在呢 我们有时候啊 如果要我们 顺道呢 去帮父母 买个什么东西 有时候 天气比较冷啊 或是啊 太阳比较大啊 我们就会打退堂鼓啊 说天气那么冷 天气那么热 就呢 减少了 减去了我们呢 对父母的这个孝顺之心 这样子 所以呢 虽然现在呢 交通很方便啊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孝敬的心 一样 没有办法呢 来奉养父母 那这边有一个故事啊 它是这样子描述的 就是 小芬啊 在周末的时候 她本来呢 跟她的朋友啊 约好 就是呢 要去逛街 逛夜市这样子 那忽然呢 她要下班的时候呢 接到她妈妈 打了一通电话来 跟她说 那妈妈呢 讲话就很像那个小孩 小女孩啦 很兴奋的那种声音啊 就跟小芬说 你要回来的时候啊 顺道去卖面包店 帮我买呢 那个 某一种的面包 就妈妈喜欢吃的那个面包 然后呢 你顺道帮我带回来 我明天啊 要跟同事啊 我们公司呢 同事相邀 要去呢 郊游这样子 那这个小芬呢 听到了 就跟妈妈讲说 那怎么有办法 我跟我的朋友约好啊 要去逛夜市啊 哪有时间再去帮你买面包 就一口的回绝了 但是呢 妈妈呢 就百般的 跟她 跟她 要求啊 跟她讲说 你就帮妈妈买一下 去面包店买一下面包 那很快啊 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啊 那小芬她本来也不答应啊 但是妈妈的口气 就已经有一点点生气了 所以呢 小芬没有办法 就赶快只好 赶快答应下来 那下了班呢 小芬呢 就赶快往那个面包店跑去 想说速战速决啊 不然朋友还在等她啊 结果呢 她到了这家面包店 一看 大牌藏龙啊 因为这家面包店很有名啊 来买的人很多啊 而且又是刚好下班啊 放学的时间啊 我真的是大牌藏龙这样子 那她呢 就站着等啊 一边 就一直看表 一直看表 那好不容易呢 就排到了 从那个店门口呢 排到了店里去了 那排到的店里呢 数一数啊 那刚好 这一籠的面包啊 然后 吹那个好